汽油党频频出没 油站业者日房夜房不得安宁 丹州总警长拿督阿都拉曼指出 汽油党在哥达巴鲁和万劫县出没干案 多间国油油站不幸被向众 业者损失惨重 其中三家中招的油站就一共蒙受40万令吉的财务损失 警方在重立特别小组后展开调查 成功在本月25号和27号先后逮捕7人归案 当中除了有一名女性 更是有一人是警察 知法犯法 洛王者的年龄介于18到50岁 他们将被延扣到11月3号协助调查 警方相信还有其他党羽还没有落网 警方在行动中也起获了各类武器 包括两把枪械 子弹 刀 棒球棍等各类贼赃 NTV7综合报道